有吃过咖喱粉炒米粉吗? 咖喱粉是制作咖喱所用到的香料粉末,其最主要的成分为姜黄,亦是令咖喱色水偏黄的重要成,分咖喱粉其他常见的成分还包括姜、蒜、辣椒、孜然、盐芡葫芦等等。 咖喱还具有协助伤口愈合预防老年痴呆症的作用,美国癌症研究协会指出咖喱所含的姜黄,素具有激活干细胞并抑制癌细胞的功能,咖喱的辣味还能促进体内血液循环达到发汗趋势的目的。 采椒,红萝卜,米粉浸泡泡软后放一旁备用,四季豆,红萝卜去皮切丝。 采椒,红萝卜去皮切丝。 四季豆无头无尾切断。 鸡蛋打入碗中然后打散。 热油,鸡蛋炒散步用。 鸡蛋炒散步用。 热油炒软洋葱。 加入彩椒和红萝卜丝一起炒 加入四季豆一茶匙干鱼粉一茶匙盐 加入米粉炒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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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筷子炒鱼 米粉倒入盘中 咖哩粉炒米粉就做好了,颜色好漂亮哦 米粉很香咖哩粉香味,味道不辣泡辣的朋友可以放心吃哦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,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我最大的鼓励,感恩大家 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也一定要简单,可以快速完成,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,对吗 我也时常用同一种食材给予变化,适合小家庭,可以一种食材煮出不一样的两道甚至三道菜 我的youtube有千多个食谱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,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一看找灵感吧 炒米粉中铁的含量高而且吸收好,有促进造穴的功能 炒米粉可以暖胃,治疗胃含症。米粉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成分,具有健脾的功效,适于脾气虚弱的人群食用 炒米粉可为人体提供膳食纤维,促进肠道蠕动,具有促进消化的功效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其他炒米粉的食谱哦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啦 音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